好各位啊 我们今天再来录一期一战 那我们在上一期视频结尾 说这把要来开一局奥斯曼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一战某组的时间线是放在1910年嘛 所以这个第一次巴尔格战争还没爆发 奥斯曼在南巴尔干地区还是有 还是有一定势力的是吧 那我们这局的目标就是看一下 能不能让奥斯曼去打赢这个第一次巴尔干战争 这场战争我觉得非常重要 然后的话我们先来看一下奥斯曼的开局情况吧 首先是这个领导人 这个领导人没啥看的 然后是一个欧洲病夫 这个欧洲病夫看上去减成非常多 但其实他减成的强度都还好 只有一个科研速度 科研速度减的比较厉害 他扣了15% 等于就是说我们研究科技 都要比其他国家要慢个一拍 这个就挺讨厌的 接下来是两个非常强力的陆军debuff 可以看到第一个军官内的都扣了 我们50%的陆军组织度 然后第二个是扣了我们25%的大卫攻防 这个太夸张了 等于说我们这些陆军就一触即溃 非常的弱 我们等会要想办法把这两个debuff 尽快的给他消掉 再往后是一个苏丹 然后还有一个海军 最后是一个分离主义情绪 这个分离主义情绪 我不知道等会怎么消掉 他是不是应该会 后续有一定的国策什么的 可以去把这些地的重新核心化 我们其实 巴尔干地区是没有我们的核心的 我们只有他一小部分的核心 然后包括红海边 然后波斯多巴这块地方 都没有什么太多的核心 应该就是这些非核心导致的 这个分离主义情绪 然后奥斯曼他跟原版一样 有一个债务管理系统 他在决议里面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债务金额在这里 这个债务金额是跟你的生活消费品工厂是挂钩的 我们现在有8.258千里了 然后在旁边这个公债管理这里 就占用了我们28%的生活消费品工厂 这个占用率是非常可怕的 我们现在总共有17座民工 但是占用掉了13座 那这个就非常讨厌 所以我们等会开取点国策的时候 目标是要想办法把这个债先给他还起来 先给他拍几个民工上去 军工的话我们开具有7座 我们给他把这个产线都给安排上了 这个炮啊什么的火车啊 通通都给安排上 志愿装备没有嘛 志愿装备也给搞出来 然后现在枪生产的是旧式步枪 我们先给他升到一级步枪 这个产线我们等会再调 这个海军就随他去了 不管了 再接下来看一下科研 科研的话 这个模组的补给还是非常重要 所以先把这个卡车 把这个卡车给搞出来 尽快地把它给这个产线给安排上 再接下来就把这个工业线给稍微点一下 然后看一下国策术 那国策术的话 一颤模组这个制作组 对奥斯曼的这个国策术做的还是非常详尽的 很长啊有没有 我们一根一根来看 最左边一根是军事线 可以看到他点完第一个国策之后就可以把这个旧时代军队给稍微消掉一点 但是他他总共25的减成点一次就只消掉2 那这个点起来有的好点了 点到这里更换制服 他会解锁一个军队现代化的决议啊 应该是跟 呃 看看他是等会是战友生活消费品工厂 还是扣我们的工厂产能去还这个债务啊 反正要尽快要想办法把它 要把它消掉啊 呃 再往右边就是一根内呃 政治线了 政治线的话 我计划走这一根啊 就是学学院派军官 然后救国军官团啊 一路往下走走到这个凯莫尔这里反帝国主义啊 呃 然后他这根路线的话 往下是可以成立一个阵营的 就是就是这个萨德阿巴德条约嘛 成立之后 他是可以把南美啊 拉进阵营啊 这边还可以促使这个亚洲的起义啊 最后还可以把日本人给拉进我们的阵营啊 就非常的神奇啊 他是可以拿到德国方面宣称的 所以我们这一局最后老boss应该会是德国人啊 那这个国策柱差不多就这样子了 他做的非常潮啊 但几根线路还是非常清晰的 我们先给他点下去啊 先把这个公寨管理给点出来啊 先 然后看一下陆军 陆军的话给到了69个师啊 那个师数量还是非常庞大的 他现在的一个编制是一个 基本上是一个全部编制 那么等会看看 攒点陆军经验就要把他给改掉了 这个编制太大了 估计在这个版本下 这个补给又要不行了 海军的话也有53艘船 可以啊 有点小船还行 空军的话我们先给他散掉 看能不能等会把它集中起来一起放啊 太散了 那我们开局的准备就差不多了 就可以直接让时间走起来了 战略资源没看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物资啊 战略资源的话 基本上产的都是个啊 也是这个污产量也是很低啊 在这个模组当中 没有缺污的话就挺讨厌的 因为这个炮就可能比较难憋出来 行吧 那么让时间走起来吧 那在10年的6月18号 我们谈出的第一个事件 就是这个阿尔巴尼亚企业 阿尔巴尼亚本来就不是我们的核心啊 如果我们对他进行武力镇压的话 反而会增加他的抵抗度啊 如果我们把他作为傀儡放出来的话 他倒可以拿到一个军功一个民功 那我们后期如果想办法通过这种傀儡国的方式 把他再拿下来的话 是不是就白漂两个工厂 好像也挺划算的 我们现在这个驻军有40.2K 就把他放出来算了 我们的陆军也非常弱 如果提前暴露出我们的虚的话 就非常讨厌 万一他真的骑了 也不一定压得下去 这个debuff太强了 那我们就做个让步好了 就把他作为傀儡先放出来 各退一步是吧 好 那我们现在是把这个公寨管理局给点出来了 我们看一下他怎么偿还 他只要30点真正点数加50天就可以偿还 那这个代价非常低 我们就一直点下去就好了 然后通过那几个国策 我们现在也是拿到了非常多的政治点数 那这个代价还可以 这根线点完的话 我们就退回去 他后面好像也可以通过国策去进行还债 像这边他点一个可以还掉0.2几 0.2几 0.5几 这个犹太人这个还的 这还的比较厉害 扣掉1.几 这边再往后我们稍微等会点 我们去把这个 陆军的debuff先给消掉一点 好 那在11年的2月5号 我们是把这个更换制服给点出来了 看一下决议啊 那决议当中就出现了一个军队现代化 那这个也是加2 差不多点个 点个十几次就消掉这个那个debuff了吧 还行啊 我们现在还债也还的比较快啊 刚才还是8的 现在已经快还到7了 这个比我想象中开局好很多啊 我们后面如果这个债务还的差不多的话 还可以去买对面的装备啊 可以看到他一次性可以买七千把枪啊 那这个还是 这个还是可以的啊 虽然是 应该是一个救世步枪啊 但是这个 购买力还是很强的 可以啊 这个开局比原版相对来说好一点啊 现在碰到最大的问题是把我 我现在把部队都放到巴尔干地区 这块地方的补给实在是太糟糕了 等会儿要看看能不能把这点补给稍微改善一下 好各位啊 那在11年7月8号我们是点完了这个自由平等不外 那点完这个国策之后我们就解锁了另外一个决议啊 就是这个改组人员 那我们应该可以去进一步的消掉这个军官团的debuff 我看一下 这个代价是什么 代价20点政治点数就够了 那这个 真的可以啊 这个强度 就没有什么太多的花费 就花时间跟政治点数就够了 然后我们开局他国策又送了我们这么多政治点 这销起来还是挺快的啊 那有细创啊这个 不过这个救国军官团这个他说 有一个任务啊 他这个国策会在某个任务完成后自动开始啊 就是什么棍棒大选 这个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去啊 那么干脆先把这根线上的国策都点完算了 诶 那在11年的9月23号啊 这个意大利人对我们宣战了 应该是利比亚的这件事啊 他什么 他直接放了火星兵上来嘛 那利比亚离我们太远了 我们就不去管他了 这块地方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资源产数啊 连石油都没有 在一站的时候 这块地方连石油都没发现 而且中间还隔了一个埃及啊 算了就不要了这块地 我们还是专心经营巴尔干嘛 呃 他这最顶上可以直接给他投降投掉的 但我看到这边有个国策啊 他好像可以是拉过来一个将领 等会先把这个国策点完 我们再投降啊 好各位啊 那在12年7月10号啊 我们国内发生了这个救国军官团政变啊 啊 这个点下去之后获得了两个debuff 这个debuff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印象 就是减点稳定度嘛 呃 我们看一下后续啊 后续的话他还是锁住的啊 下面国策要求巴尔干战争开始后才会 呃 进一步的往后走啊 那我们现在还是先把这个陆军的debuff也消掉啊 我已经消的差不多了 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的话我们 呃 这个就是在军队啊 这攻防减程基本上已经消完了 然后这个学员派军官也是消了15%啊 怎么又换个领导人啊 这个领导人可以啊 这个领导人加了我们的攻击防御啊 那这看来这个巴尔干战争可以打了 我们现在陆军正在慢慢的进行改制啊 呃 打算给他改到九步三炮吧 哇 好啊 各位啊 在12年的十二十七号啊 这个巴尔干战争开打了啊 我这边陆军编制改了一半 只有现在是改到一个这个这个十步一炮啊 等会再给他稍微改一下 陆军经验不够啊 呃 我们这边就先做一个防御好了 在这边放了14个师挡住希腊 然后北面的话我们排了32个师啊 应该是可以稍微做一下防守的 呃 这个寻求资源给他 寻求投资先给他点掉啊 在这里有个巴尔干战争的呼唤 他好像是可以 呃 也是有一个决议出来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决议是 能加一些什么东西啊 刚才是给我们拉了一个将领过来 我们看一下巴尔干这边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哦 他这边已经解锁了 他结束了一大堆的防御攻势啊 我们刚才那个领导人是加那个攻防的 哇 这个领导人真是跟流水一样啊 然后我们现在解锁了两个进程啊 啊 那如果我们让他正常走的话 110天啊 就会直接让他突袭这个最高 这个这玩意儿 朴特啊 朴特啊 反正我看一下啊 应该是只要我们坚守就行了 如果提前投降的话应该就会 这个事件就会消掉啊 我们目标也是要往这个方向走的 他是我们这个三帕下的前提啊 那我们就先坚守啊 我们先蹲坑啊 好 那在13年2月23号这个谈事件了啊 我们是换了一个新政府 我看一下 再往后是什么 再往后又要等啊 要等到我们现在这个领导人遇刺啊 这等不停啊 真的是 然后我们现在整个防线是完全夯实住了 这个对面损失非常大了 我们蹲坑蹲得非常有效啊 我们等这个装备赤子再稍微回一点 就可以开始尝试往外推了 我看要么不要先把希腊给推掉 我们等会儿再看啊 这个债也还得差不多 然后陆军的debuff也消的可以啊 刚才那个旧时代军队已经消掉了 现在我们这个组织度正在慢慢的往回涨啊 也是已经点了六次了吧 最后刚开始扣50%吗 现在扣到25 然后刚才又点了一次 但每次扣5%啊 好 那在13年7月15号啊 这个谈事件了 就是这个帕夏遇刺了啊 那我们应该是要选择这个 我们需要反第三巨头啊 就给他点下去 那我们这个凯末啊 就算是正式继位了 他这个陆军加成也是挺厉害了 加了10%的攻防啊 还加了组织度恢复啊 可以啊 那我们现在刚才尝试着往希腊境内推一推啊 然后发现不行啊 这个陆军攻击力没有啊 现在这个编制对人家的杀伤还是比较弱的啊 就只能继续蹲坑了 这个现在就15k对击对200多k的损失啊 这个版本这个这个模组当中要耗空对面的人力还是比较困难的 他这几个人力都非常多啊 好 各位啊 那现在时间来到了14年的1月25号 我们正在向保加利亚境内推进啊 然后希腊这边我们还是选择维持战线啊 因为如果所有战线通通开动的话 我们这个装备赤字会变得非常厉害啊 那我们现在在打了没多久之后啊 这个赤字已经变成这样子了 我们现在只能向其他几个国家购买一点装备啊 主要是买德国人啊 德国人给到的装备数量是最多的 然后我们刚才跟他签了一个修建柏林到巴格达铁路的国策啊 然后他现在每60天就就修一段铁路 然后给我们增加将近0.3000里大的债务 导致我们现在的债务飙升啊 刚才都快压到一以内了 然后现在又飙到四了 这个我们现在等会看看 能不能通过出卖这个石油开载权啊 去把这个债务给迅速的消掉啊 刚刚说完能不能出卖出卖石油开载权 这个英国人就来了 他来搞我们这个什么 搞科威巴格达到科威特铁路的元件 然后好像会拿掉我们 会把科威特给拿掉 然后卡塔尔会独立啊 那这个没办法 我们现在重心都放在这个巴尔干地区啊 只能给他出卖了 这个条件好像还可以啊 他修了几个基础设施 然后又送了我们200点这支点数啊 选下面这个话 可能是不是就要跟英国开战了 那我们承受不起啊 那现在时间来到了 14年6月30号 这边竟然谈出一个事件啊 这个斐电弹大公在刺杂中幸存了 这个就很神奇了 是不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跟塞尔维亚打仗啊 所以这个边境局势有所变化 这有点意思啊 那后面驿站还会爆发吗 那先不管这个世界局势啊 我们现在遇到个非常麻烦的问题啊 就是这个人力被我们打空了 这个人力通通都到驻军上去了 这个非常讨厌了 这个人没了就挺尴尬的 这边还有个编制是锁住了 我删不掉他 这个骑兵要了干嘛 真的是 哎呀 真的 然后我们现在的话 马上就要治愈病夫了 这个欧洲病夫的底部要被消掉了 我再往后好像也没什么区别啊 就稍微加一点东西啊 啊 这个 没人力了 明明已经推的差不多了 保加利亚一半都被推掉了 哇 各位啊 现在时间来了15年4月12号啊 因为我们刚才人力打空了 所以这个镇压部队没了 现在全境都是叛乱啊 这个 这个太夸张了 他疯狂的吃我们的装备啊 这个装备吃子已经到36K负了 哇 这个太夸张了 然后刚才军队还滑变了 这 那这政治点说的负了 这 这我都不敢向前推了 这 这怎么打呀 好 那刚才谈出来事件啊 就是保加利亚成为了巴尔干同盟的领导者 那接下来是不是 就是我们只要把保加利亚打掉就能强迫他们投降了 塞尔维亚也是主要目标啊 那这个 哎 我们现在反正就菜鸡护装嘛 看能不能先打头一个 这个装备吃子大 还是要等他回复过来 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去了 啊 我们现在开始在点这个萨德阿巴特条约啊 看看伊朗会不会进我们的同盟啊 如果他进来的话 我看能不能向他要一点那个驻军支援啊 哇 各位啊 我们总算是把这双战争打头了 我的天呐 这实在是 太累了 我的天呐 这这这双战争打的比一战还难 呃 我们把地分享看一下这个结果 好 我们现在是把这个地给分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 呃 我们刚才是点开了一个国策啊 就是就是这个童话少数民族 他是可以在整个地图上好像是可以 哦 他也不是童话每一块区域啊 哦 他这边可以拿核心哎 可以啊 好像有些地方能拿核心 有些地方不能拿核心 哎 那我们能不能可以看一下 这这要童话到什么时候去啊 这需要大量的政治点 说满地图都是需要进行童话的国家 哎 童话的地区啊 这个 这有点麻烦啊 不过好在我们现在是把这场战争给结束了了 那我们这场战争哎 消耗太大了 这个整个装备都打成赤字了 哎呦我的天呐 这怎么打了这么久 没想到啊 哎 现在还还还要这么多战领区抵抗要解决 太难了 我们先回复一阵时间吧 这个 这恢复起来不知道恢复多久啊 不过 我们因为跟塞尔维亚方面打仗 第一次巴尔格战争一直没结束啊 导致塞尔维亚那个刺客 没有到萨拉人物刺杀这个北京南大工啊 导致整个二战 整个一战进程被打乱了 到现在为止一战都没爆发 这个就非常神奇啊 没想到这一战爆 一战爆发与否 竟然奥斯曼成了最大的变数 这个可以 有点意思啊 有点意思 我们再往后看一下吧 那在16年8月28号啊 这个法国还是对德尔宣战啊 那应该是围绕着 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爆发的战争啊 那我们现在正在疯狂的拿这些 能变成我们核心的地啊 正在疯狂同化他们啊 这个消耗也是非常少啊 就扣0.5的稳定度 还可以啊 我们现在是无力再战了 这个战争肯定是 一战估计是掺不进去了 我们先静观起变啊 好各位啊 那在17年的6月8号 我们是基本上把自己的核心 通通都给确保住了 我把这个阿尔巴尼亚跟野门 又重新给推了回来 那现在我们的国际局势是啊 我们这个阵营 虽然正建起来 但是门友不多啊 我们主要的门友在南美洲啊 南美洲有这几个门友 还有墨西哥什么的 然后在亚洲方面的话 日本啊进了我们的阵营啊 这个非常神奇啊 我不知道这两个国家之间 有什么关系会走到一起 那现在一战的局势就是 三国同盟形势大好啊 这个意大利 德国跟奥匈 然后我们准备是要去 背刺一下 德皇啊 因为我们是 我们拿到的是 德尔的宣称啊 但他这上面有一个事件 我不知道会谈出来什么东西啊 我们来看一下 就直接拿到了宣称是吗 其他啥也没说 然后美国在造我们的宣称 美国应该是在造墨西哥方面的宣称吧 那我们就准备参战了 这我感觉装备回的差不多了 问题不是特别大了 再往后的话 国策好像也没什么可以走了 再往后看看吧 我们直接开打吧 要不直接炫一下德尔 好 那在17年7月7号 我们是拿下了开罗跟亚历山大岗 但是这边奥匈并没有参战 导致我们在陆地上 好像没有办法 对同盟国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 不过自从我们参战之后 这个协约国开始猛推了 可以啊 那在1918年1月28号 这个流感事件弹出来了 我们好像没有疫苗嘛 麻烦了 这就麻烦了 这个陆军损耗加了一大堆啊 我们先看看 能不能把疫苗开发出来啊 好 各位啊 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918年的10月27号啊 整个世界是乱成了一锅粥啊 首先是苏联这边啊 不是沙俄这边啊 苏联苏俄革命了 就非常乱啊 整个都版图乱得一塌糊涂 在美洲这里啊 美墨战争爆发了 这个美国人在打我们的墨西哥没有啊 但是我们这个 现在没有办法过去啊 就救不了他了 就让他自生自灭吧 那我们现在自己的话 基本上是已经控制下了整个非洲啊 拿下了 拿下了这几个地方啊 西奈跟苏伊士是由我们核心的 直接就拿到了核心 然后的话奥兄这里我造不了宣称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点一个正当化 造一个征服 然后就他就自己跳掉了 我就没看懂这是什么情况 这是卡bug了吗 呃 那我现在就依旧是啥事都做不了啊 至于这个流感嘛 到现在都没有解决疫苗出不来啊 你奥斯曼的这个实力 这一一一秒怎么可能出得来是吧 嗯 就卡住了又卡住了 不知道接下来干什么了 好 那现在时间来到了1919年的5月6号啊 现在整个战局都陷入了僵持啊 这个各方都推推不过去啊 啊 现在发现这个奥兄帝国的领导人 竟然是北宁南一室啊 这个就 这个就太魔幻了 然后 德二治理已经变成了军政府啊 领导人是鲁登道夫啊 这个太神奇了 哎呀 我们再往后看一下吧 如果一直这样僵住的话 这个党我们就到此结束了 哎 好 各位啊 那在19年5月16号啊 这个贡比列停战的事件弹出来了 啊 这个好像 刚说 再等一会儿没多久 这个事件就残了 啊 那可以啊 啊 我们就直接和平吧 这个肯定是打不动了 看一下后面会发生什么啊 好 那现在战争是结束了 我们难道是控制了整个埃及 埃及跟苏丹地区吗 这地方都被我们拿下来了吗 好像是这个领土就这样确保住了 哎 那果然啊 埃及是被我们成功拿下了 这个可以啊 埃及变成了我们的自治岭 啊 这个就非常棒 我们版图一下子扩得非常大了 好 那在1919年的9月5号啊 这个国际联盟是成立了 我们开始进入战监期了 呃 好啊可以啊 那我们这个党就打到这里了 1919年10月14号再往后感觉也没有什么太大意思了 现在又进入了战监期啊 各个国家都陷入了严重的内战 比如说这个意大利 意大利现在还亚平地半岛上有三方势力啊 这个军主制共产主义 再加一个民主主义啊 这个太混乱了 然后苏联的苏俄内战的话也是一眼望不到头啊 这个打得非常慢啊 看来苏俄的这个强度还是比较高的啊 看来不是特别好打 然后的话再看一下美洲啊 美洲的话我们我们的盟友啊 还在想办法把这个墨西哥给拉回来 但是墨西哥已经头都投降了 后面又陷入了一场无尽的战争啊 我们大概就这样子结束了吧 那最后这个版图就是这样子啊 核心区还是非常大的 虽然本来说是想搞一个什么奥斯曼横扫发光 这个直直打柏林的这种结局啊 但是看来不行啊 其实刚才在拿宣称的时候 我们有同时拿到英法德三个国家的宣称 最后是选择去打了德尔 那如果去打英法的话 会不会就有另外一个走向的 就挺有意思的 如果打英法的话 是不是就会进入KR那根路线啊 行吧行吧 反正这个党就打到这里了吧 本来是说想让奥斯曼整个支撑起来的 弄到最后感觉还是还是一个半死不活的状态 他这个国家限制还是比较多的 那这个模组 这个模组的话 我们差不多也就玩到这里了 我感觉再往后的话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可以去演示了 其他几个国家 我看他假想线都做的不是特别好啊 所以我们这个驿站模组就给大家做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期看看再换一个什么模组做吧 我们就下期再见了 各位拜拜